你好 YouTube昨天出了一个重要的通知 会影响到每一个频道组 什么意思啊 YouTube要进行一次全网的大扫除 好 大家注意 在YouTube的后台Studio 你可以看到这个通知 它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我们会从你的频道里头 移除虚假订阅者的账号 因此你可能会看到订阅人数的减少 这是YouTube第一次通过这种形式通知大家 但是它这种行动 每年最少来一次 全网发为 就是整个的YouTube的频道组都会受影响 那它通知你 这个动作的覆盖面和力度是空前的 是等于就像过年了 我们来打扫除准备过年 那你会看到每一个频道里头 也会经常会出现粉丝掉粉这个情况 比如说5个10个 或者是2个3个这种情况 根据频道的大小的不同 那个很多情况下不是退订的结果 就是在每个礼拜的大扫除这样的情况里头 那这一次是整个的最大的银新年这样的大扫除 所以力度之大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人的频道会掉很多的粉 所以就会引起好多人的有意见反应过度 所以它提前通知你 我刚才讲了 这个事情它一直干 2018年它干过一次 哇 没有通知 但是突然间很多人掉粉几百几千的掉 所以大家就是又是打电话 又是发邮件 所以乱作一团 这一次它做的很靠谱 它提前通知你 它提前通知你讲 这次我们要来了 那它没有告诉你这个幅度 它告诉你这个范围 基本上全网 那么它要 把这些假的账号全部把它清除 包含两类 它做这种东西 第一清除一些已经关闭的账号 关闭的账号 有YouTube YouTuber自己关闭的 比如说它创建好多账号 有些账号不安全 它把它关闭了 主动关闭 生怕牵连其他的账号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是 YouTube 由于这个违规 由于它这个黄牌 由于它这个其他的社区的违规 主动把它这个账号关掉的 这个是相当多的 占一大部分 那么这部分 如果它订阅了你的频道 它就会把它从你订阅人数里头把它删掉 另外一种叫做虚假订阅者 这就是你不是真的看你的视频订阅的 举个例子就是通过第三方服务购买的订阅者 那么我前段时间做过一期节目 就讲到这种现象 你去买1000个粉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基本上都会清理掉 一大部分 但还有一部分不会完全清理 但是你买的粉是你完全清楚 你是整个1000个全是买来的 那第二天第三天它会给你清除掉900多个 那还剩下那一点的话 如果没有后续任何的动作 它判定它也是属于这种购买的虚假订阅者的话 那就在这样子的大清除当中 再去给你全部删掉 那另外一个观众会问了 我从来没有买过粉 我这边怎么会有虚假的订阅者呢 也会有 因为这些专门做假粉的这种服务的人 他不会讲你买了1000个粉 我就粉你这1000个号来粉你这个频道 他会让这个号粉其他几个三四个 然后再粉你一下 是这样一个动作的情况 所以它要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 所以不容易抓住它 对吧 所以如果你讲今天这个号 今天从这样一个IP地址这个池里头来的 全都在粉其中老胡这个频道 那不太明显了吗 所以他要跑到这边去粉一下这个账号 然后到那个频道底下去留个什么言之类的 当然这些全都是机器 可以自动化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你的你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由于这种情况就会积攒一批 就到你这边 在这边发个信息订阅一下子 掩护他身份的这样一些账号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是在他出售服务的那个频道里头 已经把它标定为是一个虚假订阅者 他在这时就会不仅从他那个频道里头清除 从你的频道里头也会清除 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那好 接下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 就是我正好在1000 我刚刚达到YPP 接受审查或者刚刚审查通过 怎么办 一下子我减掉粉丝 减掉60个 我昨天是1040个 你减掉60个变成980个 怎么办 我是不是会被剥夺这个YPP 这个资格 那情况是这样子的 如果 如果你已经审查通过 然后这一次清理 使得你少于1000 你已经开始赚钱了 少于1000的幅度比较少 那没问题 比如说你是900或者850以上 都不会怪你 你继续还能够赚钱 不会讲剥夺你的YPP赚钱资格 不会 但是这一次清理以后 发现你这个频道 1000多个粉在审查你的时候 可能给300个都被干掉了 300 400个就占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都是假粉 假的粉 那就有可能 你通过了YPP 因为这样子也会 把你的YPP取消 或者是你正在审查 他就会告诉讲 你现在还没达标 你现在的粉丝750个 重新排队 是这样处理的情况 那 每个人的频道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你大概会掉多少粉 按照我以前的经验 像这样的规模的话 像我这样的规模 四五万这个之间的话 可能会掉100多个粉到200个粉 都会正常 那么如果你是1000个 一两千的话 你掉几十个粉 很正常的 这种情况 20个或者50个 如果你掉的 比这个比例大多了 证明你这个粉是 就是打将军的人太多太多了 或者是 那些假粉太多了 或者是 互粉的情况 其他的反正比较低质量的 就是可疑账号的 这种 占绝大多数 那么这个清理的程度就会特别狠 2018年 2019年的时候 都分别进行过一次大的清理 那个时候 比如说百万大号的话 他一天会跌掉 就是几四千到六千个粉丝 在那批发生的时候 所以是很可怕的 当时他没有通知 所以你去看我以前的节目 几年前我都报告过这样的事件 那这一次的 我估计也跟那个力度差不太多 所以他要提前警告你 如果像我这个频道 如果像平时给你减掉20个粉丝 30个粉丝 他根本就没有必要通知你 那是属于正常的 每个月或者是每个星期的 这样的审计范围内 都很正常 他现在主要这个算法的话 他要这样进行集中清理 是因为全网采取 这个行动的成本很高 牵涉到大量的算力 全球的所有的数据中心 都要把它同步 全部清理得干干净净 所以他没有办法这样 随时随地 每天晚上23点到24点之间 都来做个清理的动作 这个没有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技术上它是可以做到的 它可以实时的这样的做 所以我不讲 你有的时候看见 你掉两个粉三个粉 比如说现在 像我这个频道里头 我经常看见它 比如说上午的时候 我这边上午的时候 会在靠近中午的时候 会突然跌掉10个粉丝 然后在下午在某时候 它又会把它加上去 或者是加的速度又不一样 你那边一跌是 一下子跌掉三个 然后你再刷新跌掉四个 刷新三次你跌掉10个 但到下午的时候 你可能一刷新加了一个 然后过一会再一刷新 加了三个回去 所以它也在某种进行的这种清理 但是它不是这么彻底的 这种清理的行动 这一次就是相当于 我打个比 我前面讲的不恰当的比方 是一个严打 相当于是年度的大清理 这种感觉 动作比较大 所以提前通知大家 不管你的粉丝多少 都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 但他没有告诉你是哪一天 因为他不可能就讲着哪一天 我估计他是应该会在 比如说几天 或者甚至一个礼拜的窗口 这个期间完成这个动作 他也要提前计划好 不是讲所有的算力 都用来做清理 他肯定是在整个的服务器 或数据中心里头的 比较空闲的时候 他来干这个事情 并且是全球的数据中心 要进行同步这种情况 这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通知 给大家报告一下 谢谢 再见